在福州生活的21岁黑龙江小伙赵宇 因阻止施暴者被警方拘留仪式以发关注 2月21号凌晨 福州市公安局就赵宇建议勇为反被刑拘事件发布最新通报 通报显示 检方称对赵某做出不起诉决定 21号中午 赵宇代理律师范晨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赵宇一方会将申请国家赔偿 赵宇这个行为不是犯罪 如果确认赵宇是无罪了 那应该关了赵宇 40天我们认为有条例申请国家赔偿 福州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 金安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赵某的行为属正当防卫 但超过必要限度 造成了被害人李某重伤的后果 鉴于赵某有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为弘扬社会正气 鼓励建议勇为 综合权案事实证据 对赵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2月17号 赵某发微博求助称 自己建议勇为救助女邻居 却反被警方刑拘 事件一经爆出 以发网友广泛关注 一般老百姓都认为 这是一个救人的好人 建议勇的好人 你把他抓起来 我觉得跟普通的老百姓的观念 不相符的 那么李某正在进行的 这么一个不法的活动 反而逍遥法外 这跟我们一般人的观念 是不相符的 所以很多人都在关注 不能让好人受到这个委屈 让坏人逍遥法外 我们觉得这跟我们的道德 是不相符的 范晨表示 他将于2月21号晚抵达福州 抵达后将尽快至检察院月卷